小伙伴们大家好 我们今天录期不下BB 那么今天这期节目呢 主要是讲一些闪光灯附件的用法 以及一个多灯位的布置 很多B站的小伙伴呢 私信我啊 或者是给我评论 说虽然看了很多期 我做的闪光灯的实拍呢 但是他们感觉自己对于 各种闪光灯的附件呢 并没有非常深入的认识 或者是说 没有一个很整体的感觉 那么我这回就是 趁着给国立老师拍宣传照的机会呢 就给大家录了一期实拍 虽然说我整个拍摄的过程呢 我都有录视频 但是我觉得在拍摄的过程当中 穿插照片来讲的话 可能没有直接看照片这么详细 所以说我决定 还是不做成实拍 做成不加BB的形式 给大家仔细的讲 不同的附件呢 它不同的使用环境 那我首先我们来看第一张照片嘛 那每一个灯光的布置呢 我都会拍一张环境的照片 大家可以看到 它这个灯具的位置以及方向 首先可以看到呢 第一张照片呢 我这个灯具的位置是直接 在被射目标的前方 然后把灯头往前闪光 照射到被射目标上面 这个就是一般我们使用 机顶闪光灯常用的一种形式 把一个闪光灯放在 机顶的热靴上面 直接往被射目标上面打 拍摄出来的效果呢 就是这个样子 可以看到呢 这个面部会比较平 因为闪光灯的方向是 跟拍摄的方向是一致的 所以说 它就不会在面部 有凹凸位置的地方产生阴影 所以整个的面部 你可以看到 虽然很白啊 但是它没有任何的阴影 没有层次感 塑造不了形体 那如果你学过素描的话 应该都知道 我们先要画一个形状 我们怎么样去塑造体积 就是要绘制阴影 阴影画出来以后呢 它这个物体的体积啊 它这个深度就出现了 所以当你闪光灯 从前方往后打的时候呢 它没有犹豫 不会产生非常明显的阴影 所以说 它这个体积显示不出来 它这个面部的轮廓显示不出来 就会感觉画面很平 虽然说这么说呢 但是大家可以看到 它还是会形成一个阴影 比如说下巴这个位置 你可以很明显的看到 这个位置下方 那个阴影呢 非常的硬 它的边缘过渡的 非常的不自然 就是明暗对比 非常的强烈 这就是因为呢 闪光灯 它的这个光源的面积 非常的小 所以呢 它只有一点光源的时候呢 它很容易就产生 这样很硬的阴影 大家都应该用过手电筒吧 对吧 当你把手电筒 往一个目标上去照射的时候 它后面这个阴影就会很重 就是因为手电筒 光源的面积比较小 那我们现在再调整一下 闪光灯的位置 那我们把闪光灯的位置 从前方调整到侧面 你们很多人说 哎呀 我只要把闪光灯 从机顶上拿下来 离机影闪 就是从不同的位置影闪 拍摄出来的效果 肯定会好一些 但是呢 其实拍摄出来 就是这样的效果 你可以看到呢 相比于 之前直接从前方 照射出来的这个效果 它反而会在人物的面部 由于它这个光线 是从侧面照过来 比如说从这个画面的左侧照过来 它就会在鼻子的右侧 形成一个很重的阴影 也会在身体的右侧 形成一个很重的阴影 而且它这个边缘呢 也非常的硬 所以说它相比于 使用正前方拍摄的话 可以看到呢 反而还会难看一点 就是因为 它在面部产生了一些 不应该产生的阴影 那每个女孩都希望 自己的面部会 看起来非常的平滑 非常的白皙 对吧 反而由于你移动了 闪光灯的位置 对你的备受目标的面部 产生了不利的影响 所以说其实 移动闪光灯的位置 对于这个柔化光线来说 没有什么特别大的用处 那我们再看这张照片 相比于前面这张照片呢 我是把闪光灯的位置 从下方 稍微往上移动了一下 然后位置高一些 这样拍摄出来的照片呢 大家可以看一下 是这样 跟刚刚那个照片 没有什么区别 它这个阴影呢 没有任何区别 就是都是比较硬 不柔和 但是有一点点区别呢 就是它这个阴影的方向 不一样了 因为光源的位置不一样了 所以说它这个阴影的方向 肯定也不一样了 但是呢 对于这个画面的柔和 是没有任何影响的 所以说大家可以得出一个结论 就是你移动闪光灯的光源 的位置 对于你拍摄出来 这个阴影的柔和程度 是没有任何影响的 所以一些老法师说 哎呀我离机阴闪什么的 你别听他胡说 这个离机阴闪 拍摄出来的效果 你可以看到 它反而还没有直接 闪光拍摄出来的效果好 直接闪光拍摄出来 起码人能拍白 对吧 所以呢 我要想要 获得一个比较柔和的光线 怎么办呢 有一种方式叫做跳闪 什么叫做跳闪呢 你可以看到 现在的这个闪光灯呢 它这个灯头 是可以活动的 所以这个灯头 可以往天上打 然后垂直的往上方打 但是闪光灯是朝天上打 朝上方打 有什么好处呢 就是你可以看到 我们现在是在一个影棚里面 影棚的天花板呢 它是一个白色的 所以当闪光灯 发射出来的光线呢 它光源面积比较小嘛 发射到上方 这个天花板的时候呢 它就会由一个 面积非常小的点光源 变成一个面积 非常大的光源 再由这个面积 非常大的光源呢 反射 它是反射闪光灯的光线 再照射到 备射目标的脸上 那可以看到呢 拍摄出来的效果 就是这个样子 放大大家可以看一下 这个面部的阴影呢 就柔和很多 那我们跟之前的 拍摄的照片比较一下 那可以看到 它的面部就 就没有非常硬的 这个阴影了 鼻子的下方啊 对吧 包括这个脖子的下方 是比较明显 可以看到这边是 就好像拿刀砍掉的 这个阴影一样 非常的硬 那这边 有一跳伞以后 它的光源面积变大 拍摄出来的这个阴影 就会非常的柔和 但是呢 大家有没有注意到一个问题呢 我们现在拍摄出来的 这个照片呢 感觉好像没那么亮 很暗 就是因为呢 目标这个距离呢 这个灯头 这个光线是往上打 有一段距离 再反射下来 还有一段距离 它这个光线传播的距离 就比较长 所以说光线是有衰减的 而且呢 它这个往上打的时候呢 光线是有个散射的 就是你可以看到 它是像一个锥形的 有个放射状的一个散射 它才能够形成 这么大的一个 反射的光源嘛 那当你散射光线以后呢 它单位面积上的 光线的强度就比较弱了 就打个比方就是 对吧 水管里的水 你的水管里的水 如果它那个 水柱比较集中的话 它打在人身上 就会比较疼一些嘛 但是如果你 把它给装上一个花洒 把它散开以后 由于它这个 这个每个水柱 它这个力被散射以后呢 撒在身上的话 就肯定没有水柱那么强烈 那光线是跟水柱 是一样的道理 当你的光线散射开来以后呢 每一个单位面积上的 光线的强度就弱了 所以你这样拍摄出来的照片呢 它肯定是相对于 直接照射的话 光线会弱 那这个时候呢 要不我们就是 可以增加闪光灯的出力 增加闪光灯的能量 就可以拍到 这个比较亮的 让画面曝光提一些 或者是增加ISO 那你可以看到左上角 这边是ISO100拍的 这边是ISO200拍的 那ISO200 它的感光能力 肯定要比ISO100要高一点 因为闪光灯的光线 跟其他任何的光线 自然光的光线 没有任何区别 它也是会被CMOS感光的 所以当你提高这个ISO以后呢 这个闪光灯的光线 也会变亮一些 这个闪光灯呢 里面有一个东西 叫做衍生光板 你可以看到这个 发光的柱状的东西 很小的一个东西 如果你不知道 这个是什么东西的话 可以去看我之前 那期闪光灯的节目 在外面的实拍 这个衍生光板呢 是一个闪光灯里面的 一个很小的白色的塑料片 这个塑料片 就是可以抽起来 之前是藏在这里面的 你可以给它抽起来以后呢 它就可以立到这边 这个衍生光板有什么用呢 因为它是白色的嘛 所以说它也可以反光 当这个衍生光板 在这个位置时候呢 闪光灯发射出来的 一部分的光线 本来是朝后闪的这个光线 它就会被这个衍生光板 给反射回来 就直接反射到 被受目标的脸上 那么拍摄出来的效果是这样的 其实跟刚刚这个拍摄的 效果比 没有什么特别大的区别啊 确实是没有特别大的区别 但是有一点点区别 我给大家看一下啊 放大以后呢 大家就可以看到 那我们之前跳闪的眼睛里啊 由于天花板反光嘛 所以你可以在眼球的上方 看到有一个面积 比较大的衍生光 那么在使用 衍生光板的这边拍摄的话 除了天花板反射的这个衍生光 下面还有一个非常小的 一个点的衍生光 这一个小点呢 就是由衍生光板反光反射过来的 大家可以仔细看一下 这两张照片有什么区别啊 在光线的柔和程度上来说是 差不多的 你可以看到这个下巴 包括这个鼻头这边的阴影 都会很柔和啊 是因为他们两个都是跳闪 有一点不同的区别 是大家可以看的啊 这个下巴这个部位呢 你可以发现它有一个 跟我们之前直接使用 闪光灯直射的时候 一样的一个 很硬的一个阴影的边缘 而这边只使用跳闪的话 这边就没有这个光源 我给大家再比较一下 之前拍摄的照片 大家可以看一下 这边直接照射了光源呢 就会有一个这样很硬的阴影 那衍生光板呢 这边也有一个很硬的阴影 也是为什么呢 这是因为呢 衍生光板呢 你可以看到 它其实面积也是非常小的 我刚才说过了 由于这个光源的面积比较小呢 它就会产生比较硬的阴影的边缘 所以其实这个衍生光 反射出来的这个光线 它的光源面积也比较小 这个衍生光板呢 也会产生一个 当然之前我们讲过了 它可以在眼睛里面 有一点点这样的一个衍生光 那因为有些时候 这个直接使用跳闪的时候 上面这个反光呢 可能不会被眼睛捕捉到 所以说不能形成衍生光 就眼睛看起来就非常的死沉沉的嘛 使用这个衍生光板的话 就可以为眼睛补一小点的衍生光 这样的话看起来 眼睛就没有那么死寂了嘛 还有一点作用就是 大家可以看一下 眼窝的这个部分 我比较一些之前拍摄的照片 大家可以看到这个眼窝的部分 和鼻子的一个下方 大家可以比较一下 眼窝的部分 因为它这个比较凹进去啊 包括鼻子的下方也是 它是鼻子是凸起的嘛 所以当反光是从上面照射下来的时候呢 它就会被挡住 所以说就会形成一个阴影 虽然说这个阴影很柔和 但是没有被光线照射的这个部位的阴影 还是有点重的 那么使用这个眼神光板以后呢 它是可以从一个正前方进行一个补光 就可以一定程度上呢 消除没有被天花板反射光线照射的地方的阴影 那你可以看到 鼻头的下方这个阴影会淡一点 嘴唇下方这个阴影会淡一点 那眼窝这个部分的阴影会淡一点 那眼神光板呢 主要是从一个正前方进行一个补光 然后再加一点点的眼神光 但是它的副作用就是 在某些情况下呢 就会产生这个比较重的边缘 比较硬的阴影的边缘 所以呢 大家其实可以看得出来 这个使用眼神光板的拍摄呢 它这个光源的情况呢 实际上是由两部分组成的 那一部分是由闪光灯发射出来的光线 到天花板以后呢 天花板反射的这个很大的光源所照射的 一部分呢是由这个很小 面积很小的眼神光板反射的光线造成的 相当于就是一个跳闪 加一个光线能量比较弱的直闪 是这样的一个两种方式的结合 但是啊 大家有一点要注意 就是你想使用跳闪的时候呢 一定要注意你的头上 是不是有东西是可以反光的 因为我们现在在一个影棚里啊 所以它天上有天花板 有个白色的天花板可以反光 但是呢 你比如说在一些天花板高度比较高的地方 比如说一些空旷的会场 或者是教堂里面 甚至是街道对吧 街道外面什么可以反光的东西都没有 对吧 天上是空的 所以在这种情况下使用跳闪的话 没有任何东西可以反光 把这个闪光灯的光线反射回来 所以你往天上发射光线呢 就好像敌人在你面前 你把枪口往天上打一样 就是有点傻吧 有点智 所以其实我很多时候看到过那种 老法师也好 也有很多小法师 在大街上 对吧 或者是晚上拍夜景的时候 挂着机顶 然后把闪光灯 灯头往天上掰 往天上闪 哎我就是想 这些人真的是不太懂闪光灯的原理 不太懂光线的原理 只是看专业的摄影师他这么用 但是他其实不知道 他为什么这样用 他只是学了一个形式而已 灯头可以往上掰 他就往上掰 就这样拍 就是你如果懂这个原理的话 你在旁边看 他就觉得很智能 所以呢 在你天上没有任何反光的东西的时候呢 就不要使用跳闪 因为没有任何的作用 但是可能会有人说了说 不是有这个反光板 不是有这个眼神光板吗 可以反光 对吧 我用跳闪也没有关系 确实是这样的 但是呢 你可以看到这个 我刚刚说过 这个眼神光板 他的面积跟灯头差不多的面积 所以你使用这个眼神光板 反射这个光线 还不如直接使用闪光灯 往前照射 假如说在室外 只使用眼神光板 然后灯头朝上打的话 没有任何东西可以反光 只使用眼神光板 你的大部分的闪光灯的能量 都浪费掉了 只有很少的闪光灯的能量 会被眼神光板反射回来 所以呢 相比于这种直闪的话 你除了浪费闪光灯的能量以外呢 只能够显得自己非常的 就是显得自己电池比较多一些 所以呢 这边就是给大家讲一下 这个眼神光板到底有什么用 当然也有小伙伴说 这个肥皂盒是不是也有用 那我这边呢 就是使用肥皂盒拍摄的这个照片 那你可以看到很亮啊 它可能大家看不清 这个肥皂盒在这个位置 这个肥皂盒 有很多小伙伴说 它可以柔化光线 让这个阴影柔和一些 放 就是根本就不懂 怎么样使用闪光灯 反正大家可以先看一下 我这个是一个跳闪 然后把这个肥皂盒 放在这个灯头上面 那拍摄出来的效果就是这样 那大家可以看一下 也会发现呢 使用肥皂盒以后 它现成的光线会比较暗啊 这个曝光有点嵌爆 就是因为呢 肥皂盒 你可以看到 它是相当于把 闪光灯的灯头的光线 全部阻挡了 然后把它四向发射 就是往周围的 所有的方向发射 这样拍摄出来的光线呢 就由于这个散射的面积 散射的方向太多了 所以呢 它的光线的能量就会弱很多 拍摄出来的画面就嵌爆 那当然我们是 可以再增加一点曝光 增加一点闪光灯的处理 照片和使用眼神光板 拍摄出来了照片 有什么区别啊 大家可以看一下 首先呢 使用肥皂盒 它也会产生 这样非常硬的阴影 为什么呢 因为肥皂盒 它并没有增加 你闪光灯光源的面积 它其实也是 这么一个点光源 所以拍摄出来了照片呢 其实跟这个眼神光板 拍摄出来了照片是一样的 它也会有这样的一个阴影 所以说它并没有柔和 这个光线 你可以看到这个光线 为什么非常柔和 是因为肥皂盒呢 它也会往天花板上面 反射一部分光线 由于天花板反射的这个光线呢 再照射到 我们的备射目标上面 才产生了 这样一个比较柔和的阴影 同时呢 由于它是像四面八方发射 你可以看到这个影棚呢 它这个四周的墙都是白色的 所以说这个周围的墙呢 也是可以反射 这个白色的光线 那么这个肥皂盒 之所以可以拍摄出 这么柔和的光线 最主要的 还是由于周围 可以反光的东西比较多 有反光的墙面 有反光的天花板 由于这些反光的东西 它可以反射 面积比较大的光源 光线才比较柔和 所以还是扯到 我们刚刚说的 这个你在室内是可以用的 但是如果你跑到室外 没有任何东西 可以给你反光的情况下 你使用肥皂盒 除了浪费你闪光灯的能量 让你的闪光灯 让你的电池 消耗的更快以外 它并不能为你产生的阴影 做出任何有益的贡献 都会有这样很硬的阴影 如果你不信的话 可以在室外拿肥皂盒 这样拍一下 你会发现 它其实拍出来的效果 跟使用闪光灯直射的效果 是没有任何区别的 就是因为它周围没有东西反射 所以没有办法产生柔和的光线 所以其实我之前看 一个B站的up主 在使用闪光灯 然后它是在室外 并且在室外 套了一个肥皂盒在上面 所以我当时就觉得 这个人脑子是不是有点瓦特了 它其实不太懂这个肥皂盒 为什么要用肥皂盒 不管是用肥皂盒也好 还是用跳闪也好 主要是利用周围的墙面 可以反光 如果你没有东西 可以反光的话 你用这些东西 但是有点 我们刚刚讲过了 就是我们现在室内 有很多反光的东西 但是在一些拍摄的环境下 没有反光的东西怎么办呢 我们就只能够 自己去制造大面积的光源了 那么这张照片 大家可以看到 这个闪光灯上套了一个柔光照 这个柔光照 我之前的节目出现过很多次 很多B站的朋友 就在问我这个东西去哪买 这个你到淘宝上去搜 鸡顶柔光照 这个东西大概是 二三十块钱吗 反正我记不清了 反正很便宜 它是一个可以折叠的东西 叠起来以后 它大概就一个手掌大小 很小 它这边里面是有一个皮筋的 有个很宽的皮筋 所以说它可以套到 我们基顶热靴闪光灯的灯头上面 它里面是有一些银色的 反光的东西的 就一些像西伯恩的一个材质 所以当闪光灯发射出来的光线 就会在这个柔光照里面弹射 然后从前面发射出来 它前面是一个柔光布 所以说它可以发射出来 那这样的话 原本就有一个面积很小的 闪光灯的灯头 会变成一个面积比较大的光源 虽然说它这个光源面积也不是很大 它大概直径是30厘米吧 也有40厘米的 但是拍摄出来的效果就是这样 你可以看到 相比于之前基顶直闪 拍摄出来的照片 它在阴影的部分 你可以看到边缘会柔和一些 其他的部位 包括身体侧面的阴影 你可以看到这边的阴影就比较重 所以说它虽然说面积还不够大 但是它还是有一定的柔和的效果 只不过是没那么明显而已 相对于人来说的话 它这个面积还是有点不够 但是我很多时候拍菜的时候 会用这个柔光照 因为这个柔光照 它30厘米的话 相对于那个菜来说 那一盘菜也没多大 其实相对于他们这个菜来说 还是面积比较大的 所以说产生的阴影没那么重 但是相对于整个人来说 它这个柔光照可能还没有 它脸大 轴光了面积还是有点不够的 然后我把这个柔光照 往前移动了一下 大家可以看到吗 柔光照往前移动了 从人物的鞋上方这样照射下来 拍摄出来的照片就是这样 你可以看到这个画面过报了 为什么过报 我之前就说过 光线的传播是有一定的衰减的 当你的光线距离 被摄目标越近 相同的闪光能的处理 相同的功率的设置 它所拍摄出来的照片 它这个光线就会越强 你可以看到 当移动距离移动近了以后 拍摄出来的照片就过报掉 这个叫一个 什么叫做屏风反比定律 大家其实可以去摆头上搜一下 反正大家知道 就是有这样的一个效果 就是你当距离的越近 它所拍摄出来的这个光线 就会越强一些 这个时候为了不让它过报 我们就可以把这个功率调低一点 但是调低一点以后 大家可以看到 我们跟之前的 使用柔光照的照片比较遗憾 以后你就会发现 由于它距离很近 而且它是从斜上方照射下来 你可以看到 它反而会产生一个 非常难看的阴影在这边 比头的下方 包括眼窝的位置 所以说光源发射的位置很重要 如果你的光源位置调不好的时候 你会发现 其实还不如直接使用机顶 加一个柔光照拍摄的效果好 因为这个光源的面积比较小 所以说我们还有光源面积 更大的柔光设备 那就是柔光伞 那大家可以看到 这个就是一个柔光伞 它其实就是一把雨伞 撑开以后 然后会有一个杆子 杆子会插到 这个叫做闪光灯座上面 这个闪光灯座 它上面是可以接闪光灯 下面是可以有一个洞 你就可以插进去 然后把这个伞插进去 它就可以把伞挂的这个地方 当闪光灯发射光线的时候 光线灯头 你可以看到是朝前面这样发射 发射以后 它就会被这个柔光伞给挡住 你可以看到 整个这个柔光伞 都被闪光灯给照亮了 然后这个柔光伞 就会变成一个面积 非常大的光源 使用柔光伞 拍摄出来的照片 你可以看到就是这样 那如果你放大看的话 会发现这个下巴 这个阴影比较柔和 鼻头的这个阴影比较柔和 而且眼睛 有一个非常大的眼神光 就是因为 这个柔光伞 可以把一个点光源 闪光灯的点光源 变成一个面积 比较大的光源 然后我再把这个柔光伞 放近一点 看到我往前移动了 那拍摄出来的照片 你可以看到 很自然的过曝了 因为你光源放近了以后 它光线的强度就会强嘛 这时候你当然也是 可以降低曝光强度 再拍摄一张 那我们再跟之前 距离比较远的柔光伞 拍摄的照片比较一下 首先大家可以看到 下巴下方 鼻头下方 嘴唇下方 它这个阴影呢 会更加柔和一些 为什么更加柔和一些呢 因为你这个柔光伞 距离 被射目标更近一些以后呢 由于这个透视效果 大家都知道 就是近大远小嘛 所以你放得近的这个光源呢 它反而相对于 被射目标 没有更变 但是由于放近了以后 它相对于 被射目标的面积呢 增大了 所以拍摄出来了照片呢 你就可以看到 它这个阴影呢 会更加的柔和一些 而且还可以大家看到呢 在眼神光这个位置啊 大家可以看 它这个面积呢 要比远处的这个柔光伞呢 面积更大一些 那就是因为 它相对大小增加 你可以看到 放近了以后呢 这个很容易出现在 拍摄的画面当中 那么柔光伞呢 还有一种诱法 就是像反光伞一样 虽然说我今天 并没有带反光伞呢 但是其实这也是一种 反光伞的用法 因为它是一个柔光布嘛 柔光伞这边是透光的 所以它闪光灯发射的光线呢 有一部分是 会透过柔光伞发射出去 一部分呢 会被柔光伞反射回来 所以说你 把这个柔光伞反过来以后呢 也可以用 一些反光伞呢 也是这样用的 就是把伞给反过来 它其实也是会反射嘛 你可以看到 这是有一个弧线 弧线的话 它正好是可以反射 闪光灯发射出来的光线 然后把它变成一个 面积比较大的光源 拍摄出来的照片呢 你可以看到 其实跟正放的柔光伞 拍摄出来的效果 没有什么特别大的差别 因为它们都是面积比较大嘛 所以说这个 使用上来说 没有什么区别 但是呢 有一点点啊 有一点点区别 就是大家可以看一下 因为它这个伞呢 是背向这个被收目标的 就是它距离 被收目标比较远 你在正放的时候呢 它这个伞 其实可以离 被收目标很近的 所以就我们刚刚说的 它相对于 被收目标的面积 就是更大一些 但是如果你是这样 背向目标的话 因为它前面是有个三角架嘛 有这个灯架 然后还有个灯 这个灯在前面挡着的话 它就没有办法 非常的靠近 你的被收目标 所以说它 相对于正放来说的话 它能够柔化的 这个效果呢 会稍微差一点点 这个就是一个 比较大的区别 然后呢 我希望大家可以注意一下 注意这边 不知道大家能不能看到 这边有一个 有一条线啊 就有个阴影 这个是什么呢 就是这个伞的阴影嘛 对吧 你可以看到 因为这个柔光伞 是透射一部分光 反射一部分光 所以说它中间会有一个 边缘 这个很硬的边缘呢 很多情况下 是不需要注意的 但是有些情况下 是需要注意 假如说柔光伞这个位置 放的会比较偏一点 那么很可能 这个阴影呢 就会被照射到 你的拍摄的目标的背景上面 所以说在背景上面 就会有一条痕迹 这就很丑了 后面有一个例子 大家可以看到 这个就是需要大家注意一下 因为它毕竟是有 这样的一个阴影 想要解决这个问题呢 就是我们有另外一种 柔光设备 叫做柔光箱 这个就是柔光箱 这个是神牛的 一个80厘米的柔光箱 那相比于柔光伞的话 大家可以看到 有一个非常明显的区别 就是你可以看到 柔光伞的背后呢 是比较亮 包括这个钢琴 后面这个墙壁 是比较亮的 但是柔光箱这边呢 后面都比较暗 为什么呢 因为柔光箱呢 它箱子里面 都是那种稀薄的 这种金属材质的反射的东西 那这样的话 它就可以把 所有的闪光灯 发射出来的光线呢 都给锁到这里面 锁到整个柔光箱里面 不像柔光伞 都逃逸掉了 都消失掉了 所以当使用柔光箱的时候呢 闪光灯的能量啊 大部分都是可以 被往前发射的 所以呢 其实在节省 闪光灯的能量上面的话 就会有一些优势 比如说你使用柔光伞的话 你可能要用 1%的处理 但是如果你使用柔光箱的话 可能只需要 1%的处理就可以了 在某些情况下 比如说 我需要全力拍摄的时候 比如1%的时候 如果你使用柔光箱的时候呢 你拍摄出来的这个 闪光灯的能量 就会更强一些嘛 这是柔光箱 相比于柔光伞 有个很大的优势 你可以看拍摄出来的这个照片 那柔光箱 相同的出力的情况下 柔光箱 就要比柔光伞的曝光 要亮一档 你就可以看得出来 所以这个就是柔光箱 它收集光线的能力比较强 不会让很多的光线逃出去 比如说后面的墙壁 它可能是个蓝色的 或者是个粉色的话 那你使用柔光伞 这样反射出去的光线的话 很可能会带上那些颜色 然后再反射回来 这样的话 对我们的拍摄对象 就会有影响 但是柔光箱的话 由于这个光线被锁到里面的话 就不会发射过去 就不会有背后的反射的光线 对我们产生影响 相对于柔光伞来说 这个就是柔光箱最大的优势 柔光箱和柔光伞的 还有一个区别 大家可以看这个照片 放大以后 注意这个眼神光 可以看到这个柔光伞 它是这个眼神光是圆形的 柔光箱 因为神牛的柔光箱 它是一个方形的 所以说它形成的这个眼神光 也是方形的 这个就是在眼神光上的一个区别 还有你可以 如果你仔细看的话 会发现这个柔光伞 因为它有这个伞骨撑起来 所以在反射的光线 可以非常明显的会看到这个伞骨 但是在柔光箱上面 由于柔光箱前面都是柔光布 所以没有任何的 可以阻挡的东西 就不会有像柔光伞 这个伞骨的东西 这个其实你在拍摄人像的时候 看不太出来 可以看到这个 它拍摄出来的阴影 都是比较柔和的 因为它们的光源都面积比较大 但是在某些情况下 比如说一些飞慢反射 就是偏镜面反射的一些物体上的时候 柔光伞上的伞骨就非常的要命 我可以给大家放一张照片 这个是我之前出去拍菜的照片 你可以看到这个点心 也不知道点心还是蛋糕 反正是它上面是比较亮的 比较晶莹的 所以说它是镜面反射比较厉害 你会非常明显的看到 上面是由柔光伞反射的光线 对吧 你可以看到一道一道的 这个对于一些镜面反射的东西 就很要命了 你比如说拍摄一些铝合金的东西 或者是拍摄一些比较光亮的东西 这个柔光伞的话 它的效果肯定就没有柔光相好了 就是因为它就会拍摄出伞骨 但是呢 柔光伞也不是说一无是处 柔光伞相对于柔光伞来说 它最大的好处就是 它的收叠非常的快 它的打开也非常的快 因为它就是一把伞嘛 对吧 一把伞大家肯定都用过 你只要撑开就可以了 然后直接插进去就能用了 但是柔光伞呢 它是一个结构 虽然说神牛这个柔光伞 它已经比较便携了 就像反光板一样 你只要把它折叠打开 然后再贴上柔光布就可以了 但是呢 很多其他的柔光伞 它里面那个伞骨 你需要一个一个插进去 所以它整个组装的过程 是非常的慢的 即使是像神牛这样 非常便携的 收叠非常快的柔光相 它其实还是要比 柔光伞慢很多的 那么一般的棚拍 或者是不太着急的情况下 肯定是无所谓的 但是假如说像我很多时候 就是on location拍摄 或者是出去旅游拍摄 其实时间是非常的紧的 那你这么一开一合 就时间都被浪费掉了 所以我大部分情况下呢 都会使用柔光伞 柔光伞撑开很快 而且它在大部分情况下 它拍摄出来的效果呢 跟柔光伞没有什么 特别大的区别 除非你是特别需要 让这个光线强度比较高 或者是特别需要 不让这个光线跑掉 影响画面曝光 或者说我们刚刚说的 那个伞骨的问题 其实大部分情况下的话 柔光伞会更方便 更快也更便宜一些 这个伞大概就几块钱吧 十几块钱 柔光伞几十块钱 一百块钱 两百块钱呢 而且柔光伞也不太好带 提及比较大 柔光伞插进去就可以了 所以这个就是柔光伞 跟柔光伞的一个 比较大的区别 反正常见的 这个柔光的设备呢 就这么多 柔光伞 柔光照 柔光伞 反光伞 这些东西 反正你想要获得 一个柔和的光线的话 你就想方设法 让光源的面积变大 就可以了 其他都是比较次要的 你只要光源面积变大 你就能够获得 比较柔和的光线 我们刚刚讲的 都是单灯嘛 单柔光伞 那很多时候呢 其实这个 你可以看到 刚刚拍摄的这些照片呢 还是因为 光源的方向 只有一侧嘛 所以说 它另一侧的阴影比较重 我们怎么样 避免这个旁边的阴影 比较重呢 我们可以使用反光板 这个我之前节目 也出过很多次 那因为在 比如说户外拍摄的时候呢 我们是有自然光 有太阳光的 所以太阳光 它本来就是一个光源嘛 所以我们可以 利用反光板 来反射太阳光的光线 来获得两个光源 对吧 一个比如说太阳光 从侧后方照射 然后前方再使用 反光板反射 那这样的话 就形成一个夹光 就会比较漂亮 在你只有一个闪光灯 想要避免阴影的情况下呢 我们就可以使用反光板 这边这张照片呢 就是没有使用反光板 拍摄出来的照片 你可以看到 光源是从右侧照过来的 所以左侧这边 阴影就会比较重一些 那么我把反光板 装上来以后 打在了左侧 因为它是反光板嘛 对啊 所以说你需要找到 跟光源发射方向 相反的这个位置 才能把光源给反射回去 一般反光板是放在 光源发射位置的 对面的位置的 所以说这边是放到左侧了 你就可以看到 这个脸上的阴影呢 大家比较一下 相比于刚刚没有使用 反光板拍摄的照片 大家可以看一下 左侧的这个阴影 是不是轻了很多 这个鼻头这边 对吧 轻了很多 而且你也可以在眼睛里面 淡淡的看到 这个反光板 有一点点 这个就是反光板 反射的光线 反光板其实是一个 价格非常便宜 非常好用的 只要你知道打光的方向 它就可以帮你 消除一步的阴影 那我们刚刚是用的 这个白面的反光板 对吧 然后我们再转到这个黄面的 这个金属的 金色的面的反光板 这边的金色这一面呢 它相比于白色这一面来说呢 它是一个偏 镜面反射的 就是它反射的光线 更加集中一些 所以你可以看到 拍摄出来了照片的话 它反射的光线 会更加的亮一些 因为大家都知道 金属反光都会 不会像慢反射一样 那种散开嘛 同时呢 因为它是一个金色的面嘛 金色的面 它反射的光线就是黄光 那你可以看到 由于闪光都发射的光线 这边是白光 它反射出来的黄光 就看起来这个闪光的光线 有点发蓝嘛 我之前那个节目我也讲过 比如说一些阴天的时候呢 因为光线的色温 被云层柔化过以后 它其实是会比较偏蓝的 那么在一些阴天的时候呢 假如说 你想让人物的肤色偏暖一些 这时候就可以使用 这个金色这一面 当然我们也可以 换到银色这一面呢 银色这一面的反射的光线的话 就是偏冷一点 偏白光一些 但是其实反射的效果 没有任何差别 因为它的光源的面积是一样的 只不过就是在色温上 差别有点大 因为银色这一面呢 其实跟金色那一面一样 都是偏金属材质的 所以说它相比于白色那一面呢 它更加聚光一些 那你可以看到 正常情况下 就刚刚我们这个位置的话 拍摄的照片是这样的话 它的阴影 还是稍微重一些 但是我稍微调整了一下 这个反光板的位置 大家有没有看得出区别 就是在 我是看着光源的位置 然后调整了一下 可以看到 人物边缘的这个阴影 人物所产生的这个阴影 更轻了一些 而且人物这个面部的阴影呢 也会更轻一些 就是因为它反射的光线更多了嘛 然后我再调整一下 这个光源的位置 那大家可以看到 这个阴影消除的就更多了 而且大家可以从眼神光里面看得出来 这边的眼神光会稍微亮一点 就是因为它反射的这个光线更多了 你可以看到这个金属的这一面呢 相比于漫反射这一面的话 它对于反光板的位置的要求 还是比较高的 所以说你需要多去调整一下 获得一个最好的效果 你才能就是获得 更好的压阴影的效果 那这边就是一个大头照 那大家可以看一下 如果是只使用柔光箱的话 在鼻子下方这个阴影比较重 但是呢我们是可以通过 在下方打一个反光板 反射斜上方照射下来的光源 那么这样的话 原本这边有很重的阴影呢 就会被这个反光板 所反射的光线给照亮 你就可以看到 人物面部会漂亮很多 大家可以比较一下 这个阴影就很丑 因为没有反光板的照射 反光板补一些光 这边就很好看了 而且这个嘴唇的色泽 而且这个嘴唇的色泽 而且这个嘴唇 而且这个嘴唇的色泽 都体现出来了 而且眼神光 你也可以看到 下面有一个比较大的反光板 所以各位去看一些 别人拍摄的照片的时候呢 你怎么样去知道 对方是怎么曝光的 你就很简单 你就看对方的眼睛 眼睛里可以非常好的 描述出这个照射的情况 是怎么样的 就是在前方 因为眼球是一个球形的 半球形的嘛 所以它还是像猫眼一样 就是我们门上那个猫眼一样 就是这个反射的 光线的角度比较大 所以你可以很容易的 看得出来 现场的曝光是怎么样曝的 所以你如果想要学习 别人的曝光的话 可以通过眼睛来看 是一个很好的方法 然后呢 我们现在来看一下 不同的曝光的位置 我们之前一直是正面光 或者是正侧面的光 我们再来看一下 如何使用侧光呀 或者背光 那现在这个就是 我们的这个斜上方的 45度角的一个拍摄 你可以看到 这个跟刚刚一样 阴影比较重 那下方补一个反光板以后呢 就可以看到这个阴影 就会轻很多嘛 然后我再把揉光箱 调整到右侧的位置 这个是一个全侧光 你就可以看到 全侧光所产生的这个阴影 非常的重 因为它是一个 侧面略过的光嘛 所以说在画面的左侧 左半部是没有什么光线的 所以你可以看到 脸上的这些小痘痘啊 或者是纹理啊 会非常的明显 就是因为它这个明暗对比啊 太强烈了 所以你就可以看到 这个面部的一些皮肤的起伏 就会表现得非常的厉害 所以大部分情况下 我们拍女生 不会这样拍对吧 不要烈化对方的这个皮肤嘛 但是我们是可以通过一个 一定的补光 大家可以看到 在下方加了一个反光板 你就可以很明显的看得出来 由于在侧面 补一个反光板以后呢 会在对面补一个光 所以这个皮肤就看起来会好一些 其实皮肤的肤质 根本没有任何变化 主要是因为光线的照射 让这个画面的光比平衡了一些 所以这个看起来就会好一些 然后呢 我再把光线挪到了侧后方 那这个就是从侧面照过来的 你可以看到这个 这一半面脸呢 就被照得很亮 然后正面完全没有脸 正面完全没有光线 就是一片黑 这个其实 如果你想要让面部曝光多一点的话 就是前面补一个反光板 这样的话 让面部被照亮 就会亮一些 但是其实还是比较暗 因为反光板 它所反射的光线 还是没有那么厉害 然后这边是一个金色的反光板 你可以看到 金色的反光板 反射出来这个肤色呢 就会更温暖一些 就会更红一些 正常情况下 是不需要使用金色的反光板的 有需要增加色温的时候 才会使用 这边就是一个完全的逆光 背光 背光的时候 脸的正面是完全没有光线的 在前面补一个反光板以后呢 可以看到这个面部的光线 会补一些 你可以看到啊 这个在全逆光的情况下呢 由于前方基本上没有光线 所以可以看到这个眼神是 因为没有眼神光 所以看起来很呆滞 眼神是死的 但是呢 补了一个反光板以后的话 它前面还是有一些光线了 可以看到这个 还是有一点眼神的 其实我们很多时候 出去旅游拍摄的时候 都会遇到这种情况 就是逆光拍摄 很多人说 哎呀逆光拍摄 怎么样在背光的情况下 把人脸拍亮 同时要把背景 不要过曝 这个就只能够说 怎么样补充在背光方向 让人物面部的光线 同时让人物的面部 曝光正常 让背景的曝光也正常 因为我刚刚说过了 反光板 它其实只能够反射 一部分的光线 对吧 它完全是看你的 光源方向的强度 但是假如说 我想要把你的背光方向 补的更亮一些呢 反光板可能就没有办法了 因为它毕竟是能量有限 所以这个时候呢 我们是可以使用 闪光灯来补光的 那么这个就是 一个没有任何 补光的情况下 一个逆光的拍摄 当我们在侧前方的顶部 补了一个闪光灯以后呢 你就可以看到 这个人物的面部呢 就被照亮了 但是呢 由于我们现在没有 使用任何的柔光器材 所以你可以看到 这个面部了 还会产生非常重的阴影 可以看到这个鼻头的部分 下巴的部分 而且还没有衍生光 因为这个闪光灯的光源太小了 但是呢 当我们上了柔光伞以后呢 可以看到这个 由于柔光伞的柔化 人物面部的光线呢 它阴影就会柔和很多 大家可以比较一下 可以看到 没有柔光伞的地方 它阴影比较重 有柔光伞以后呢 这个面部的阴影 就会非常非常的柔和 而且会产生一个 很大的延伸光 当然了 使用柔光伞以后呢 光线的强度会降低 当然我们也是可以 增加闪光灯的出力 这个人物的面部 它的曝光呢 就会更正常一些 看起来非常的白皙 为什么看起来白呢 就是因为光线强呀 所以拍妹子呢 就是有多强的光都往脸上怼 怼得越白越好 一白遮三重嘛 那我们现在是有一个逆光 有一个侧上方的光线 这时候我们再使用一个反光板 补一下左下角的这个阴影 大家可以看到没有 这个侧面的这个阴影呢 就会被消除了一些 那你相比于 之前拍摄的照片呢 大家可以看一下 它的立体感呢 就会差一些 那因为阴影消除掉了 对吧 但是呢 整个脸面部看起来 就非常的白皙 看起来就很白嫩 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看过 那个什么洗面奶呀 或者是护肤品的广告 看起来这个广告的模特 皮肤特别好 看起来皮肤特别白嫩啊 为什么呢 就是因为各种方向的光线补光 脸不可能黑呀 所以你想要这种效果的话 你就这边补个光 那边补个光 就看起来小脸蛋 白嫩白嫩的 这个没有什么秘 你可以看到这个反光板呢 就是几十块钱 对吧 闪光灯几百块钱 对吧 就可以拍摄出来这样的效果 很容易的 其实你要掌握到 闪光灯的原理的话 好 我现在再讲一下轮廓光啊 很多教程在说 什么三灯啊 轮廓光啊 首先是我们刚刚把后面 那个柔光箱给拆下来了 然后就没有逆光了 然后把这个闪光灯呢 放在侧后的方向 但是呢 你可以看到这个位置呢 不是很好 结果呢 这个有五分之一的脸呢 都被照得过曝了 就是因为这个灯不够靠后 有点侧 这个时候我就把这个灯光呢 再往后靠了一点 大家看到区别了吗 就是当光线再靠后一点的时候呢 它所照射到人脸上的这个面积啊 就会小一些 就不会造成阴阳脸的问题 同时呢 大家可以看到这个头发上啊 由于被这个侧后方的光线照射以后呢 这个头发就非常的亮 这个就是勾勒出来的一个轮廓 包括这个身上这个尖头 就是由这个侧后方的光线给勾勒出来的 像这种光线呢 一般叫做轮廓光 或者是Rim Light 或者是Stroke Light 反正就是勾勒一个轮廓吧 勾勒一个线条 让它由于这个光线在这边 它可以很好的分离 被射对象的主体和背景 这就是突出主体的一种方式 然后呢 我又把光线抬高了一点点 上面再去了一点点 这样的话光源的方向呢 就会高一些 那你可以看到 原本是这个头顶呢 光线比较少 移动上去以后呢 头顶的这个头发呢 也会被照亮 而且呢 这边脸部的这个光线呢 会弱一些 那不是所有的光线都会被照到脸上了 这样的话 对于这个脸上的影响也会比较小 通常这个轮廓光呢 都会照得比较高 但是呢 大家有没有发现一个问题 这边会有一道印子 大家不知道能不能看到 这边有一道印子 这个就是因为闪光灯的灯头 它有一个照射范围 这个灯头的照射范围 进入到画面里面了 因为它是一个后侧边方的光线 所以它这个照射范围呢 很容易就会进到背景里面 使用这个轮廓光的时候呢 通常会要把灯打得更高一些 这样的话就不会有这样的现象发生 那么你使用一些融光伞的时候呢 也会有这样的现象发生 反正你拍摄的时候就要注意一下 这个就是一个 正好是由于一个失误 给大家示范一下 那么这边这张照片呢 就是没有轮廓光 拍摄出来了照片的感觉 那么相比于有轮廓光拍摄的照片呢 你就可以看到 这个由于轮廓光的照射呢 这个人物就感觉被突出了 更立体一些了 感觉这个头发非常有光泽 好多那个洗发水的那个广告 看起来非常亮啊 其实都是打了很多侧光 然后在头发上抹上那种斜油 看起来就特别亮 主要是打光其实 你打光的话就 哪打光哪亮 当然我们再补一个反光板 跟刚刚一样 补一个反光板的话 它就可以再抵消一部分人物面部的这个阴影 但是有一个很有趣的现象 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发现 就是在这个反光板啊 大家有没有看到 这个反光板上面 好像缺了一块一样 这个是为什么呢 这个是从后方照射出来的这个轮廓光 它其实会被被射对象给挡住一部分 你可以看到下面是个人形 所以说挡住一部分以后呢 这个反光板呢 上面就会有一个人的形状 就是一个很有意思的反光板的形状 那我们把反光板去掉以后呢 我又加了第三个灯 第三个灯 但是我没有带第三个架子 所以说我就是放到旁边的桌子上 这第三个灯呢 就是补一些现场的环境光 或者是想要照亮背景 你可以看到相比于刚刚这个照片呢 就是它的背景 就由于后方的这个大的闪光灯 它因为是一个灯泡嘛 会把整个影棚全部给照亮 全部给照亮以后呢 就整个背景啊 包括人物啊 都会比较亮一些 你再提高曝光的话 你就可以看到 就会更亮一些 而且由于它这个光线是在左侧为主光嘛 所以说它也会把左侧的这个长头发 这个轮廓也给表现出来 你可以看到这个头发的话 就会更有光泽一些 在侧面的这个光线 大家可以看一下 这个不是通常的用法 只不说我给大家演示一下 如果你想要补一个现场光的话 就需要一个功率比较大的闪光灯 才能照亮整个环境嘛 那如果你把这个现场光去掉的话 就是这个样子 就是感觉画面比较暗 这个头发呢 也没有什么光泽 大家可以看一下 区别还是比较大的 而且由于这个光光力比较强 你可以看到反光板都不用了 那这个人物的阴影都会比较少 就是因为整个棚子四周都是白色的墙壁 它人物面向的这面墙呢 也是白色的 它也是可以反光的 也是相当于一个反光板的角色 所以人物的面部呢 也就会阴影就会少很多 你也是可以在人物的眼睛里面看到 你可以看到前方有一块巨大的白色的 这个就是前方的白色的墙壁 就是再加一个反光板的话 这边这个阴影就会更弱一点 显得这个脸就更白皙一些 反正就是看需要吧 如果大家 如果你需要脸更白一点的话 就加反光板 就是哪需要白 就哪加反光板 反射一点光线就可以 原理非常的简单 妹子都喜欢看起来自信白白的嘛 哇好好看啊 真的耶 这张好好看 好反正就是闪光灯的这个附件呢 能讲的也就这么多了 其实还有很多的 比如说什么雷达照啊 比如说什么风潮照啊 其实那些东西的话 如果你深入去学习的话 你看一些教程什么的 他们都会讲的 而且那些东西 其实原理上来说 跟这些入门的柔光设备都差不多 如果你掌握到里面的核心的原理的话 你会发现 其实看起来琳琅满目的 各种柔光设备什么的 其实就是那回事 再贵的一个柔光箱 其实它跟便宜的柔光箱 它其实区别也不是非常的大 反正都是柔光嘛 就跟闪光灯一样 你说价格很贵的 原厂的三千多块钱的闪光灯 跟神牛的五百块钱的闪光灯 它拍摄出来的效果有什么区别吗 其实没有什么特别大的区别 就是可能觉得原厂贵一点吗 装逼一点吗 就跟那些买来卡的人一样嘛 就是贵的东西一定是感觉好一点嘛 起码自己拿在手上 有拿出去拍摄的欲望 对不对 使用原厂的闪光灯 就感觉自己是艺术大师了 那些人的说辞就是这样 其实没有什么区别 用很便宜的东西 你像我平常出去拍菜 我用到七块钱的柔光伞 七块钱的还是雨伞 其实效果也很好的 这个你只要掌握原理的话 其实玩闪光灯价格并不是很贵 就是达到90%的效果的话 其实并不需要跟很贵的器材相同的价钱 可能只有十分之一吧 甚至是二十分之一都有可能 我只是说一般的拍摄 如果你是商业拍摄的话 肯定是对于回电速度啊 或者是发射出来的这个光线的色温都有要求 一些很细微的一些技术指标 那个东西一般人来说其实注意不到 对吧 然后呢 我在最后讲一下这个光圈快门 ISO对于闪光灯的影响 首先这些大家可以从左上角看到这个拍摄的参数啊 第一张是ISO100拍摄的 当我升到ISO400的时候呢 你可以看到整个画面就过曝了 为什么呢 就是因为我之前说过啊 它感光呢 闪光灯也是正常的光线 它也能感光 所以你调整ISO的时候呢 它就会让画面的曝光更亮一些 所以调ISO的时候是对闪光灯有影响的 那么我再调光圈 可以看到这张是F8拍的 当我使用F5.6拍的时候 画面就会亮一点 因为F5.6的光圈比F8大一些 在使用F4拍的时候 画面又更亮一些 因为光线也是从光圈里头近 你光圈开的更大的话 你的闪光灯的输出的功率不变 那它其实光线还是近的更多 但是呢 唯独是一个部分 就是快门 那大家可以看到 我现在快门速度是125分之1 我现在收到250分之1 你可以看到 暗里来说画面应该会更暗一些 对吧 很正常情况下来说 但你会发现画面没有更暗 说明快门速度对于闪光是没有任何影响的 但是我在调到320分之1的时候 你会发现这个上面有一条非常黑的带子吧 就感觉好像闪光灯消失了一样 当我再把快门调到4分之1的时候 你可以看到画面的将近一半都会被 这个黑色的脸目盖掉 我再提高快门速度5分之1 这个是什么东西呢 这个是我之前最早那期讲闪光灯的 不下必语讲过 这个是快门同步速度 如果你不了解那个原理的话 你可以再去看一下我之前那个视频 它会讲这个机械的原理 那我现在只给你讲 它为什么闪光灯的曝光 不会被快门影响 因为闪光灯它的闪光速度是非常快的 正常情况下一个热血闪光灯的闪光速度 是有1万分之1秒到2千分之1秒 但是这个快门的开合其实比较慢 它比如说好一点了 大概是320分之1 就是这个快门连目从上扫到下面 它毕竟是一个机械 所以它会有一个扫过的时间 所以当你在低于快门同步速度的时候 快门这时候是完全张开的 所以你整个CMOS是暴露在外面 但是当比如说320分之1的时候 这个时候由于机械快门的限制 比如说你像我今天用的200D 它的快门的扫过去的速度是250分之1 也就是说在全部暴露整个CMOS的时间 只有250分之1 如果你想要拍摄320分之1的快门的时候 它就必须要缩小扫过帘幕的时间 但是我的机械的快门 只能够最快达到250分之1秒 所以相机这时候就会在第一个快门连 还没有结束扫描的时候 第二个快门连就会往下降 所以这个时候就不会有整个CMOS 完全暴露在外面的情况出现 在CMOS只暴露在一半的情况下 闪光灯这时候发射的时候 它就会只会照亮一半的CMOS 这个就是闪光同步速度的问题 就为什么顶级的相机 闪光的同步速度都是320分之1 那么一些低端的相机 可能是160分之1 或者是250分之1 就是因为它的机械的能力不行 它这个快门扫下去的速度太慢 就是会出现这个问题 但是大家有没有发现一个 很好玩的现象 就是虽然这边是黑的 但是这边有个灯 大家可以看到这个灯还是亮的 这个是怎么回事 就是这个CMOS它还是会感光的 但是它只能够感光到 顶上的这个长亮灯的光线 我不知道你能不能理解 就是在光线扫描的情况下 这个现场光线是可以 被整个CMOS感受到的 但是闪光灯 它有一会被挡住一半 所以闪光灯 只能够被一半的CMOS感受到 所以你可以看到在整个画面当中 比如说这张画面 其实整个场景 绝大部分的光线都是被闪光灯照亮的 而不是被现场的光线照亮 你可以从周围的这些阴影 你可以看到灯光所产生的阴影 然后钢琴的阴影 它都是光线方向 你可以看到光线方向是很明显的 是从这个方向来的 就是这个柔光伞的方向来的 所以整个这个场景 它之所以能够这么亮 完全是由于闪光灯照亮所引起的 你可以看到我们现在是用125分之1的快门 F8的光圈 ISO100在这么暗的一个室内 正常情况下是不太可能 获得一个准确的曝光的 获得一个正常的曝光的 你所看到的这些线上的光线 全是由于完全由于闪光灯照亮 所以当闪光灯的光线 被快门同步速度压下去以后 你剩下的光线就是线上光线 线上光线的强度 你可以看到非常的暗 这个每个人的理解能力不一样 你能理解理解理解不了 反正就是快门的话 对于闪光灯的出力是没有任何影响的 它只能够压线成光 可以看到现在我是180分之1的快门 我再换成150分之1 再换成130分之1 你这样移动的时候 大家可以看到 这个柔光伞的亮度 其实没有任何变化 但是呢 这个墙壁 大家可以看到会 由于快门速度变慢 它会慢慢变亮 它为什么慢慢变亮呢 就是因为慢慢变亮 它有一部分是由于 现场这个灯棒照亮的 由于快门速度变化呢 这个灯棒 它其实也有一些亮度的变化 所以可以看到快门速度 它其实是只影响现场光的光线的亮度 它不影响闪光灯光线的亮度 因为闪光灯闪的太快了 你可以想象一下 1万分之1秒 或者是几千分之1秒 那么一瞬间 闪光灯会发射出来一个 可以照亮整个场景的光线 你就可以知道这个闪光灯 它的威力是有多大了 为什么很多人都说 闪光灯是手里的小太阳 就是因为闪光灯 一瞬间发射的光线的能量 确实是可以跟太阳互怼的 要不然为什么热秀闪光灯 一分之一出力的时候 在大太阳地下 也是可以直接怼太阳的 就是因为虽然说时间短 但是它比较猛 如果你在外拍的时候 想要压现场光的话 就只能够使用快门速度来压 当然我今天讲的这些东西 我都是使用手动闪光灯 这个确实是很原理性的东西 如果你使用像TTR这种自动功能 就相当于你使用 相机里面的绿色的Auto导 其实你都不知道 相机到底是怎么工作的 你也不知道 它这个TTR自动测光 它会给你测成一个什么样子 除非是比如说婚礼 或者是一些活动拍摄 你会使用手动来不及测光 因为现场瞬间不会等你 对吧 你不可能在那试半天闪光灯 然后你再说 你重新再让我拍一下 刚刚没有拍到 对吧 这种情况下 TTR会比较有用 因为它会自动的帮你判断 但是你像这种棚拍 或者是一般的日常的拍摄 你有非常足够的时间 去试光的情况下 使用手动闪光灯的话 如果你了解这个原理 你会发现会更方便一些 而且手动闪光灯 它由于不需要预闪测光 所以它其实 能够发射出来的光线的强度 要比TTR测光的强度 要更高一些 好吧 今天反正就是 讲了很多东西 估计时间也是非常的长 但是呢 我觉得都是比较基础的 比较原理的 赶火的东西 能听懂听懂 听不懂刷了倒 以后呢 如果再问这些问题呢 我就不解答了 直接给你这个链接 自己看吧 每天十分钟 拍照不会怂 好吧 那今天的节目就到这边了 感谢各位收看 拜拜 by bwd6